大家好 我是達達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下 SALIB CDM530 AM 3.5G 無線路由器 這個青BG密體有什麼特色呢? 如果你有聽過網上行最近的廣告 就有不斷推廣它的Pocket Wi-Fi功能 其實這個產品最大特色是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但是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去做到的 其實你幻想它是一個普通的家用的路由器 拿出家用的可以 怎樣拿出家用的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一個鋰電才供電 你看到裡面有一顆相機電 這顆是富士的相機電 這顆電是3.7V 1700mAh 和富士相機兼容的尾電池 可以做到分享到3至4小時的可以上網的時間 它可以靠什麼來上網呢? 說明它是3.5G的路由器 當然可以用一顆USB的3.5G的手指 說明書就說它可以去到最高80Mbps 當然現在的手指就未去到這麼高 現在最高的手指或手機都是7.2Mbps 或者有些手機到10.2Mbps 當然不是用手指或手機都可以的 它有一個網上有一個名單 可以讓你參考 另外後面這裡就有一個 你看到一個Ethernet 即是普通LAN插頭 這個LAN插頭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插手指的時間 這個插頭就會變成普通的插頭 可以插一部電腦直接上網 但如果你沒有插手指的話 你也可以當它做一個普通家用的路由器 這個位置就會變成一個WAN的接口 你就可以用它來接駁 來接駁回你家的ADS Modem 或者Cable Modem 就可以分享你家的連線 給予其他WiFi的裝置 後面這裡有一顆開關仔 以及一個電源插口 這個電源插口就是用來充電 當然如果你不放電心 也可以當作普通的路由器用 在充電的時候 也可以繼續用 這邊呢 剛才提到的 有USB 還有一個reset鍵 reset鍵 當你忘記了Password 或者想正常設定過路由器的設定 就可以按 WPSLub鍵 就是比較簡單的 Configuration鍵 其實一般來說都沒有怎樣用 這邊都沒有什麼按鍵可以設定 好了 我們首先開一開機 開機之前 我們拿一隻3.5G的手指 我這個就是千切 我都為大家測試過的 一個網上行的華為E180的手指 但是我裡面呢 因為我已經解鎖了 那我已經進入了一張 SmartTone的SIM卡 那應該呢 都用得了 那我插回 這個手指 落個USB接位 然後呢 就開機 開機就在這裡開了 那你會看到呢 開機的時間呢 這裡有幾盞燈 首先手指盞燈 會不停地閃 那還有呢 上面這裡有盞燈 就是電池的狀態燈來的 那這個呢 電池狀態燈呢 如果它閃下閃下的話呢 那就是說 代表它是用著電池的放電 那下面這裡呢 就有三盞燈 那左手邊這一盞 就會是Wi-Fi的燈 那中間呢 就會是 如果你駁了LAN線的話 它就會亮燈 右手邊呢 就會是一個3G的狀態燈 那因為它剛剛開機了 所以它如果跟手指溝通 那是連線上網的 那其實呢 它的用法呢 就跟普通家用的Router的 用法差不多而已 那只要回到Router的設定 那個網頁裡面呢 就可以設定一些 跟手指有關的設定 那你看到現在這顆 最右手邊這顆燈 就已經亮燈了 那這顆燈就是 3G的狀態燈 那我剛才說過 那現在亮燈就是 代表它這三支手指 已經可以用得了 那至於怎樣用法呢 那一會就跟大家測試一下 然後再亮燈 就已經亮燈了 電腦 那它有焦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